回到港聞時間 昨天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的答文大會 她公布打算在本屆立法會提供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草案 將會引入非本地培訓的醫生 因為可能怕我的反對聲音太大 在醫生方面規定相關人士必須香港本港居民 以及要在來自認可的醫學院才可以合格 她需要在畢業後在供應醫療系統工作一段時間才行 林鄭回應議員提問 其實現在想著這個計劃不算大膽 加多一句話,不算大膽 她還說可以再加大一步 以及強調政府在這件事上不會跪低 好打得的回來了 好打得回來,而且很多人是沒有得醫的 所以沒有辦法 既然醫護界不聽話 我就對付你們的醫護界 沒有辦法 聽話的就算錯也變得對 如果不聽話的就算錯也變得錯 但現在問題就是對也變得對 我還有大堆道理去咬你 那你沒有辦法 但醫護就是極端反抗 這件事就很容易打 除了醫護之外 其實應該 除了醫護之外 沒有人會不答應 沒有人會不答應 我再說一些醫護界 或者醫學界的反應 前醫學會副會長 林哲元 現在是醫護誠信同行的發言人 他說這個問題就討論已久 認為這只是點與面的問題 很深,點與面 引入海外醫生 其實只是解決一點 無助改善整個層面 所謂點與面 反問 如果香港金融系統 不能承受很大量的成交 那是不是增加經濟就可以解決問題 他竟然這樣問 這個真是... 不知定 他說如果交易所不能承受 是不是增加經濟就可以解決問題 這個比喻一定不對 最少都是增加... 伺服器 伺服器 他可能仍然在70年代 以為做的粉筆 那個年代 就算讓你回去那個年代 你不夠經濟就可以請經濟 而且就算這樣說 是點與面的問題 那你是不是想解決面的問題 對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他本港面對的最大問題是人口老化 因為人口老化對醫療服務系統的需求急增 他認為整體醫療制度要互相配合 包括讓錢跟人到社區 要有好的基層醫療制度 讓慢性的病患者可以在社區接受治療 公立醫院的專科門診 有空間處理新井 這些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即是這麼說 之後來的 你說的那件事 即是這個叫主義視線 即是你說這件事有沒有用 它是怎樣的問題 那免都是要怎樣的問題解決 那這件事有沒有幫助 有幫助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說 為何你不做二三四 對我做二三四 做一沒有矛盾 這個又是一個邏輯思維的問題 就是你現在說的這件事 是 irrelevant 我們沒有反對做二三四 只不過要一 對嗎 對 所以現在就問你 說來說去都是 他們永遠都不 他那個理據都不 他還說我們沒有反對你說的 只不過我們問題是醫護不足 那你是否只是醫護足夠 你自己任說 你是否醫護充足 所以他們說的問題 就是醫生都這樣說 其實都幾無恥 是 我們想說這個人 其實就是去年 你記得這個時間 我們有些醫護把工 這個人就是出來 是太力批鬥罷工的醫護人員 其實這個應該是男的醫護 只不過 不理男領王 即是當你利益的時候 影響到你的利益 沒錯 都是在說利益 其實最後都是在說利益 因為去年他有一個很出名的當時 叫做初心慰何 初心論 他說你做醫護的初心是什麼 是不是不夠裝備 你就罷工 他當然是說得對的 但問題是 他會錯了一件事 他們罵黃的 說得對的就是 你今時今日 被別人這樣 去搞你的幫醫護 去殺害你 但當初是黃醫護 去做那些事情 比別人更加大的合法性 更加大的合理性 如果你那堆黃醫護 不是你全都是男的 當初我們努力做事 你愛國愛港 喂 你愛國愛港 你也要努力我 不是吧 即是他在邏輯上沒有錯 其實 是嗎 他在邏輯上沒有錯 即是黃醫護 他才是 他才是 他在幫助愛港市 是呀 是呀 OK 如果你全部醫生 愛國愛港 喂 我全部是愛國愛港 你還要引入外國醫護 你說不通 沒錯 你都給我壟斷 是嗎 支持你 現在沒有了 這件事是這樣的 為什麼 原來你不聽話 不聽話 我叫你 你不敢吵我 你全部聽話 對 全部都是這樣 到政治的時候 你隨便做一件事 是嗎 所以你這樣 你黃醫護 我就是在你面子 我就是故意做這件事 我做到你不還為止 你做到全部外國愛港 我沒有藉口炒你 那你黃醫護 你這樣做法 你就是給我機會去壓你 對不對 整件事我覺得 在政治上錯了 這個永遠都是 你在享受你的壟斷 在享受建制利益的時候 你就沒有反建制 這個是正確 你如果是一些青年人 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什麼都沒有 nothing to lose 的時候 你就這樣做 你至少不會 你無所謂 你就會讓我坐牢 正如大律師 我覺得下一步會對付的 就是大律師 因為大律師的壟斷性 是令到他們 獲得很多界外利益 或者法官的壟斷性 獲得很多界外利益 那你就不要說 中馬六個 現在別人就是 我就是要對付那一班 沒有你一個人 始終親所有別 這件事有你的絕情 大家個個沒有醫生看 你一來到那個人 本來你等三年的 現在等半年就可以了 那就賺光了 沒錯 這個修訂應該會有 一百間醫學院 全世界 現在我們選 除了讀書 選醫科 可能可以考慮其他國家 英國 還有很多人回來的時候 有些要考得很辛苦 沒錯 但沒有包括大陸 因為要本地的居民 所以這個就不包括大陸 大陸多去日本地居民 這是另一件事 但他剛才說 有人問他 他自己補一句 我可以再加大一步 我想第二步就會加大 很快就會加大 因為第一次 你不可以太過 對 這個就不太過分 因為你都是本地的居民 你不是外勞 主要是西方 我覺得其實台灣和大陸 是可以加入的 台灣和泰國都可以加入 到最後你還會大量加入 大家就 但是你加入了太多 因為現在政府也不夠醫院 所以你必要 你現在加入了太多 在政府醫療系統 都沒有用 你只不過開放了私家那邊的做法 就是說最大的一者就是養和 那些 因為他可以生病 整個醫生 因為私家醫院很多時候都不夠醫生 我想他要 相對來說 他要大量加入醫院 我想要是五年之後的事 另外在同一個答問大會 林鄭月娥一直都說 透露 政府準備立法加強私隱 和打擊網絡起底的行為 香港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 鍾麗玲歡迎政府的修訂 你也說過 網絡欺凌 其實這也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因為現在基本上 未必有一個法例可以去 還有很多人都被網上欺凌 因為網上欺凌自殺 你試過嗎 你試過嗎 我暫時 你除了被恐嚇就試過 恐嚇就試過 我插我一手 你試過欺凌 還是周不時也有 沒有問題 如果網絡欺凌 就是欺凌 我是一個面皮這麼厚的人 你怎樣欺凌 我都不怕 因為你欺凌 要是遙遠牽涉 是集體欺凌 如果單獨欺凌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人這麼聰明 我不是相信有這麼多人膽敢 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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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都遭受到很不好的收場 是 到最後都收了皮 因為 因為他發現 我原來其實知道他真名 真名 住邊 什麼 那些 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善男信女 如果說所有的卑鄙手段 我應該怎麼卑鄙都做得出 我想不太多人膽敢 除非你是一堆無名的人 如果你是一堆無名的人 我也不太害怕 我也有辦法做到 如果你是一堆無名的人 就沒辦法 欺凌 暫時未試過 我試過 以前沒有連登 我很早年的時候試過 因為我那間公司 以前有一個網站 叫做Ice Red Ice Red 其實是一個討論區 主要是做什麼 是給一些人 去講公司的事情 誰高層 怎樣 又好 謾罵什麼 因為你不需要說名字 你不需要說你是誰 其實你是 我試過受害 寫了 不懂得Tag 這傢伙不成功 之類的事情 其實這說話很難聽 甚至我同事說 你不要看 我那時候也沒有空 理會 但這間公司後來被 集立 就應該是 好像被一間上市公司收購 即是科網的時候 應該是頂不住官司 他被人告 應該是被人告的 他比高登被人告 即是東方日報被人告 我小時候經常被人用拳頭欺凌 那些是肉體欺凌 不是摸落欺凌 是肉體欺凌 是經常都是事 應該要糾正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如果受害的人 事實上是有人會 因為這樣而自殺 所以應該是這樣 但他做的時候 是為了政治目的 但做這件事也是對的 好的 最後一宗新聞 這宗新聞 不是一宗特別大的新聞 不過我拿出來說 其實是我讀一次 其實警方 昨天公佈 堵破了一個 會躍於西九龍區的 色情光貼集團 在行動中 拘捕了集團主佬 骨幹成員 一共13人 他們年齡由29至73歲 到73歲還弄這些 有些是持傷情症的 預期居留人士 這個色情光貼集團 背後是由黑幫操縱 他們採取一條龍式的運作 集團每月 以月薪五千至八千元 聘用內地人士 負責製作、包裝 和再安排司機 將這些光貼 送到不同的分銷點 他們估計 每個分銷點 每月的收入都有五十萬 總共 那麼多分銷點加起來 收入都高達六百萬 每個月 警方相信這次行動 已經截斷了一個 黑幫組織的主要收入來源 可能會有更加多人的被捕 這段新聞 我還以為是十幾年前的新聞 現在還有 我還覺得很奇怪 還有人看色情光碟嗎 我都不看新聞 現在的問題是 你買一隻 不要說上網可以看到 任看 你買光碟 你也很聞來找個 CD room 還有香港居住問題 你不會在廳裡看的 對 所以 我的感覺就是 舊經濟還有一些發展 空間 其實香港的黑幫 都沒有與時並進 對 他這些是比較舊尼黑幫 我講一宗很法人心醒的故事 我有一位朋友在讀法律 你不去做什麼 你不去買軟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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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小朋友就說 那位小朋友就出來 是少年了二十幾歲 他說 我又沒有關係 又沒有讀過書 他還怎樣會讓我買軟仔 你明白嗎 有沒有讀過大學 有沒有學歷 又不可以 又不是認識別人 又不是什麼人的子女 即是說現在做Low Pin 做Low Pin 你也要講一個級數 以前的時候 你以為買軟仔 你會買軟仔 原來那些人 現在是不太容易買軟仔 你要有背景 或者讀書 當然是 你不看電影 你做臥底 做到上去 你都要 由低做起 要立功 然後才認識上去 但是 所以你說 新加拿青銜 是多麼 所以現在這些 藉人工業 就找一些 五千元至八千元的 五千元至八千元的 外地人 外地人 我很懷疑 他究竟能否燒到 如果是燒到這麼多的話 我懷疑究竟是否能夠 賣到這麼多錢 我認為警察 我認為警察 是有少許 報大數 報大數 因為如果說原來10萬元收入 那你 就不會這麼威風 沒錯 你說我破獲到海樂鷹 或者Cocaine 都幾億 講解了 沒錯 因為他破大了 這件事 而且現在 以前 其實現在廉署的所有事情 都是這樣的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 拉了當破了案 做了公關 很多人 其實廉署現在 都是無罪釋放的 無罪釋放的 就當是破了案 很多時候都是 做了公關 做了記者 早上會破了案 現在其實警察 警方那些 多數都是做了這些 其實打完官司 可能無罪釋放 其實大部分倫敦金 都還沒搞電膽 拘不進 不要緊 他們就發明了這些 那你就覺得很厲害 因為他們破案率 是計算報案的 他做這些事沒有報案 這些事 他做這些事無法告是否 他做這些事能否告入 還有破案率是兩回事 你們每年只要查破案率 然後她的破案率 你不知道 公不公公才是 公不公公不會影響到 他們的效果 沒錯 因為這件事和破案率無關 這是主動法,不是有人報案 報案就不同了,報案和判斷有關 所以你若不合白,如果你走去報案 可能叫你,喂,是不是真的有強姦架 那件事不如你們嘗試解決 那些還反而會,因為那些是天上漢 會這樣的 如果那件事,那些證據不太夠 如果證據夠,那些更多 我告訴你一個往事 我小時候,我上學住沙田,紅陽宇都在附近 我上學試過被人打劫 打劫我一個年輕人,小過我,但是三個 一夜就搶了我的書包 我搶了書包,他就拿了幾十元 我也是幾十元 我氣不睡,就去我們報案 找到警察,被人扔心口 細節都不說 竟然是,我以為自己也捉不到 怎麼捉呢? 就算是一個英俊 三日後捉走了 叫我去認人 死了,認人 我還以為,有塊玻璃,原來沒有 風化案才有 是得好得好認的 我認光了 因為我其實是螺書包,我認光了他的樣子 想起有此理 認了他的樣子 我拼了圖,後來真的捉到了 後來也定了罪 有一個南同院 有些是錦化 我很驚奇 這個破案很難捉 很濕碎 最麻煩也不是這件事 其實是認人的 這個很濕碎 他最後叫我拿回那些錢 他可能拿回那些錢 其實也不是用了 但是他還給我 又要搞手續 又要拿回那幾十元 但是我當時那個 我沒有什麼感動 那件案子 他竟然這樣下來 去破 這個就是因為很明顯 我指的事實在是 有些人不明顯 他覺得一個不入 或是他破 不是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朋友 是你的朋友 然後就什麼 譬如說是我有朋友 我有朋友就被人告強姦 是 到了最後 就斷了個案子 白雲琴就查那件案件 就問為什麼會什麼 會斷了一個 警察出來很明顯 一看 他說從來沒見過那件強姦案 的證據這麼齊全 他說所有東西有沒有充過糧 廁紙有沒有丟 他擺明在這裏 就是他會判斷那些案件 你在事時判斷那些案件 那個狀況會有一個存在 是 但是這樣就會牽涉到 你報案那一刻 即是破案律 報案 他就會在那裏篩選 如果很明顯的不同 譬如有些報案是你們家庭糾紛 是 那便會叫你解決了 或者是以前的時候 報倫敦金 是 在他們還沒想著 大手整頓倫敦金的時候 很多倫敦金 當時就當是私人糾紛 但是他們大手整頓 找到法律證據 找到法律證據 那你就去告 那你就有那個數據 但是當你很明顯 你被人打劫 你遇到報件 你無法去抓進去 他無法去抓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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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事後 譬如說 我小時候沒有任何個個案 我有同學 我有同學 他就走了去 中午 看到別人的車沒有鎖門 就坐進去 那人就報警 那人就報警 然後就說 警示司警戒兩句 你們兩個解決他 搞完算 即是放了一個小孩 不要搞 很多的案件 他就會結束了 OK 不過說說 我說回一件事 剛才那件事有一個年輕人判了男同院 我很多年後見到他 也不是很多年 我想是四年後 你也很精細 因為我認得他 他認不到我 你也很精細 所以 我在哪裏見到他 就是在自修室見到他 因為我以前在自修室讀書 應該很乖 應該是準備會考 我想可能是有些感化 就是幫了他 我不知道這件事有沒有案底 但他可能是令他生性 希望做了這些好事 好 講文是這麽多 謝謝你 對 對 我依然說 他真的是